中国女排国家队参加了奥运会的预选赛,在奥运会预选赛前三轮,中国女排都取得了胜利,但是在第四轮,中国女排遭到加拿大队的顽强阻击,其实,加拿大队只是一支世界三流球队,在赛前大家都认为,中国女排应该能能够轻松获得胜利,但是没想到,中国女排居然暴冷输球了。 中国女排在主场居然输给了三流球队加拿大队,导致中国女排很难在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门票,其实,中国女排想要参加奥运会的话,必须要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门票,如果无法在这次的奥运会资格赛上拿到门票,想要凭借世界排名进入奥运会的话,难度将会非常大。 中国女排在奥兹赛迟到首败,在后三轮决战来临之前,就输了一场比赛,对于志在获得直通巴黎奥运会资格的中国女排来说是不好的消息。 面对加拿大队的比赛,中国女排以二杠三输球,无缘四连胜,非常遗憾。 李盈盈获得全场最高的30分,可惜的是她最后的进攻被对手拦死,中国女排无缘大逆转。 这场比赛,中国女排输球,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,堪称上演神剧情。 前四局,中国女排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,拖入到决胜局。 决胜局,中国女排6-1完美开局,塞尔维亚不放弃,追至7平,中国女排再得一分,8-7领先进入到交换场地。 中国女排和加拿大队熬战,中国女排在11-13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三分,14-13拿到赛点,无奈被对手抹平。 随着李盈盈的后三被拦,中国女排15-17输掉决胜局。 可以看出,这场比赛的输球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巨大的遗憾。 前四局两度落后,情况下两度扳平,已经非常不容易,展现出了十足的韧性。 无奈的是,决胜局面对6-1领先和主场球迷珊瑚海啸的助威生下,中国女排没有顶住压力,大比分领先和赛点都没有把握住机会,二杠三输了比赛。 吃到首败的中国女排,积分来到十分,与荷兰队战绩,积分相同,依靠着小分的优势,暂时排名第二,落后于四连胜,12分的塞尔维亚。 中国女排无缘领跑,让出小组第一名的位置。 接下来中国女排的赛程,每一场比赛都是决战,尤其是与直接竞争对手荷兰队的比赛,极有可能决定中国女排是否可以直通巴黎。 接下来中国队的赛程如下。 9月22日19点30分,中国VS荷兰。 9月23日19点30分,中国VS多米尼加。 9月24日19点30分,中国VS塞尔维亚。